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 我们间隔了一个礼拜多 我们现在来谈第三甲 三法印 三法印 我记得上次在结束之前 希望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我们在谈 因为我们主秀是念佛 法印 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 凡是佛法 应该会符合三法印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用三法印来 来印证佛法 到底是不是佛法 我们是用这个来印证它 那现在我们是念佛 那你有没有这种能力来 当有人要来诽谤念佛法门的时候 你能不能以三法印来 应可这个念佛法门 当然在我们目前现在 环境里面 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碰到 其实外面环境 有的四四而非的观念 非常非常多 那不要就连有些 据说有一个牧师啊 他明明就不是佛教的 他也跟他讲 所有的经典就有阿含经 什么念佛门 那个都不是佛说的 连他们也跟他参一脚 那当然他受谁影响 当然是受我们自己 佛教徒讲出来的话影响 不然他怎么知道 那这个现象 在我们台湾在大陆 类似这种说法已经很多很多了 那我们一路上 从上次所讲的元期法 一路上来 我们要建立的是佛法的证件 而不是轻易就一知半觉的 就取一个中门的旗见 旗事 然后就想忘断佛法 这是佛法 那是佛法 问题是你自己都还没有 你自己的见都没有 你凭什么论断 我为什么要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 诸行无常 诸佛法无我 涅槃及境 谁都会背 缘起信空 谁也会说 但你说的不是缘起信空 你说的是中文的四个字 你是一余 但不一欲 一意 所以在我们现在普遍的 就是在佛门里面 会产生很多之间的互相斗争跟冲突 佛法里面不应该有 有的是什么 只有你自己众生 依自己妄想 借用佛教的语言 互起斗争 佛法哪会斗争 所以要是没建立佛法的根本见 真实的知见 那么功德尚未得 过失照是照不照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就讲说现在包括 人很容易被 如果在哲学上我们读逻辑 有一个叫 恕诸权威的谬误 恕诸权威的谬误 就是有权威的人说如何如何 我们就相信如何 那不然乃是恕诸权威 人多的就是 人多的就对 那权威讲的是对 人多的可能是对 权威讲的可能是对 可是之所以对 不在于是权威 不在于群众 而是在于什么 依法不依人 包括我们讲依法不依人 也不是说我依法不依人 但依谁 依我 我们经常讲依法不依人 依一半 你知道吗 我不依外面人 但我依我里面的这个人 即使要谈依法不依人 你先必须有法 或者 你就想依法不依人 也轮不到你说 为什么 你没有法 你依什么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建立于这个法的证件 我觉得 即便现在各家说法 好 没关系 就算智者大师所说 你引用智者大师的话 也不一定表示 你真的是奉行他的思想的人 你又是栽人的的话 然后是用自己的众生见 去解读他 好 所以 像有些人在做一些不当的批评 有人就认为说智者大师的说法不恰当 然后以前我看过一个学者 写了一篇文章 在批评智者大师的思想不究竟 后来一看 你怎么引这一段 因为他引的这一段是 智者大师刚好谈的是对峙西谈的部分 不是他讲的第一义西谈 也就是说 就是对峙用的 针对某种执着而生出来的对峙法 你引这一段来评智者大师本来就错 那你即便引智者大师所说的第一义西谈 也错啊 你解读他 他不是佛法本身的意思啊 你就算跟我引了千金万论错就是错 是不是 因为那不是你的智慧 那是你拿来增上你的我所的东西啊 所以像现在很多的讨论啊 我发觉唯有建立在法的 所以说我们前面之前 唯有一直在强调这个 唯有建立在法的证件啊 佛法才能和合 佛法的信仰也是必须从这里开始谈 那由这个基本立场来谈出佛教的种种 判色诸宗诸教的一个差别也谈得出来 为什么 硬众生差别 所以以前有一位大德 我不说 他谁 每次去 因为他知道我也学过天台 他就每次就有意无意就跟我讲一句话 就说 天台哪有四种活 因为藏通别远都有这种活 我就不想多说 隔一段时间又去 他就跟我提这个 这个天台讲这种根本没道理 那有四种活 还有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严教佛 我那时候讲说 好像事实该跟他说 免得他每次见到人就讲这种话 那要帮圣者 我说 没有四种佛 都是释迦牟尼佛 有差别是 众生差别 不是佛差别 藏教佛 藏教佛是以藏教之人所认知的佛 叫做藏教佛 那其实还是释迦牟尼佛 通教就是以更高根性的菩萨 等来看佛 所认知佛的境界 是这般 所以藏教所认知的佛 往往连通教的菩萨的资格都还没有 那不是这个藏教的佛 不如通教的菩萨 而是藏教的众生 看不到完整的佛的功德 不是佛有几种差别 是众生有几种差别 了解法的根源 以后开出的种种善巧方便 你就能接受 法本无对立 应众生 所以有差别 那可是现在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 因此抓这一块经典 抓那一块经典 起相互斗争 他不能看到法的功德 他看到的是过失 为什么他有过失 他的众生心 所以现在有人在做 对很多过去大德的种种批判 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量小 他的智慧潜 他看不到 看不到 你看 看不到所产生的过失有多大 不但自己不能得到法的功德 而傍圣教 所产生的过失 那有时候 非他做一点微小的善能补偿的 我最近就是经常提 有人本来可以因此而离脱 三界轮回 被你这么一个毁谤 你比杀一个人罪还重 我们必须要很了解 整个佛法的源起道理 才知道为什么在佛法 戒法上有轻重差别 你今天换的戒都还不一定 比你破的剑还严重 因为你杀一个人就一个人 你破的剑让他沉沦三界 那是杀他好几次 那个过失都是很难解很良的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现在谈 这个 净土法门 有人认为他不是佛说 那你为什么能坚信是佛说 你不但能知道 他以诸法佛所说 诸法实相相应 而且也能因为站在这种根本立场 看到这个净土法门的善巧殊胜在哪里 能看出他契机器敌的部分 这时候你以你的信心不会动摇 然后以利益众生上 你也能善用他的那个善巧处 这个你才能掌握到 我觉得有些人 我讲实话 很多人看是没受影响 其实受影响了 受影响 所以有意无意 有意无意 有的人在本来念活念得很好 开始听到这些杂说以后 他也念 可是念的心力道 是你没观察到 如果你细心观察 你的心其实已经伤害到了 你的信心已经伤害到 你必须从与证件 更清楚了解这个法的根源 你这个信心就会在 你的知见才会在沉浸 信出来才在清静出来 或者就动摇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整体这种观念 你今天再怎么讲我不动摇 是因为我从来信受这个法门 就不是纯用感性来学的 我纯粹是以证件来学这个法门 所以你的说法 动摇不了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笃定 这样才能 所以对整个三法印的道理 因为它在应可活法 我们必须不但知道它的名相 而且要能用它 能用它 我们要看 等看完了以后 如果我们是不是 因为其实从缘起的道理 转到三法印 因为三法印所印的 准则有没有离开缘起 没有 那我们这个道理如果 从缘起的道理守的话 其实后头这个道理应该懂 那没有我们再开眼另外一个面来谈 照理讲听完了以后 你应该假如你对这个道理懂 你应该就能产生这样的用 这样的用 就是说 我就还可以抉择 同样一个法门 对你来讲是非佛法 对我来讲是佛法 对你来讲是佛法 对我来讲是非佛法 这跟你外面讲的 你自己说出来的外框 不必然就能决定对错 而是要看你如何认知它 这个问题才是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三法印经 第一个 三解脱门即是法印 儿时活在社会国以比丘重拒 事时活告比丘重言 如等当之有甚法印 我今为如分别言说 如等因起亲近之间 地丁地授如善实作意 纪念实为 此诸比丘即白火炎 善哉是尊 愿未宣说 我等药文 火炎 比丘空信无所有 无妄想 无所生 无所昧 离诸之见 何以故 空信无处所 无射向 灰有想 本无所生 灰之见所及 离诸有着 离 由离着部 射一切法 著平等见 是真实见 比丘当之 空信如是 诸法亦然 世民法印 这个法印代表什么 法的印记 政治标记 印有一种就是一种 我们不是有旗字吗 有个印章吗 就是它的标记 一个东西的标记 那标记代表什么 标记代表 以此为特征 以此为相貌 所以一切法以此为特征 一切法以此为相貌 就是印记 这个用印记 所以假如所说一切法 不符合这种特色的话 就不叫佛所说法 因为一切法如此 好 这里面马上说出几个道理 什么叫佛法 好 这里面所谈到 它先用空信来比喻 这个空信有点借虚空相来说明 这里谈的空信 就是空的信 而不是谈到 马上就谈到究竟的空意的那空 而是说虚空如是 无所有 无妄想 没有生 没有灭 因为 当然虚空无为 以虚空来讲 就是这样的想而已 虚空没有生 没有灭 虚空里面有没有知见 没有 所以虚空没有助手 没有设相 当然这是以世间相来比你佛法相 这是一个比喻 它是借这个方法 因为在佛法里面有很多道理啊 一下讲你不一定懂 只好怎么样 只好用一种你容易体会的法 帮助你去想 去推断 所以这种想 怎么样 只是一种方便 假如你就认为 就是说虚空 就等于我们所说的空意的话 这就又是一种错误了 可是如果一开始不用你能 我们经常讲究 以后头也有讲究 以意解空来解这个难解空 以容易懂的空的道理 来的世间法 来帮助你理解空法 就以意解空来帮助我们解这个难解的空 所以它是用空意 那我们能体会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智者文法因欲得解 因疲欲而得解 所以假如能善用的人 他就在英明论证里面 为什么呀 经常会讲 中因欲 比欲 那个欲有时候是讲现实 能在某些性质相通的地方 以这个例子来佐证我的道理 这是在佛法论证里面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顺便跟大家谈 反正我们未来说法者 不能纯说中 不能光只是说道理 说一个结论 我怎么说我怎么说 理由呢 要讲出欲呢 例子 你要不能讲出例子的 众生不容易接受 而你讲的例子是要能 他能感受的 你要讲那个他听不懂的 所以当我们在描述这个希望净土的时候 你不要描述到太殊胜到对方想不出来 所以我说希望净土的净土像 殊胜像 是不是像阿弥陀金所说的 不止 因为在讲再殊胜就完了 讲再殊胜就听不懂了 只能讲你们现在能听的 再殊胜下去就 就生不取浩耀心了 很殊胜 多殊胜 不可说不可说 但我怎么去啊 你要跟我讲我能去 而且黄金铺地 大理石铺地 不行还是黄金好 下次如果发觉到鑽石好 就鑽石铺地 其实希望极乐世界那一定是用这种像 他的像可差别了 登地菩萨所见净土像 哪是一定是从这里进论的 可是他要讲出一个东西 你能接受的 所以说法有很重要 不是光只是把道理从事再讲述一遍 道理是如此 道理还要讲原因 讲原因的话 他讲他能接受的评语 例子 所以在佛经里面的讲说 经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应用 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这个道理 可是其实他蕴含了这种教学的三条 好 我们用这个黎浊 你看他叫以空 无所生 无会之见所及 黎诸有浊 有黎浊故设一切法 诸法亦如是 你看他空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特定的一个职爱像 没有 所以空能不能含一切法 可以 好 那这个道理 不能等同虚空 但这个道理可以转详 就诸平等见是真实见 比丘当之空性如是 诸法亦然是名为法应 好 诸法怎么样 诸法就是 你看他谈的是诸法 不是讲诸佛法 叫诸法 一切法 事出事间法 皆然 怎么样 无有所生 无生 为 为不是知见所及 离一切妄想分别 所以 有黎浊故设一切法 能知道一切法实相 才能设一切法 像我们为什么不能设一切法 因为我们被差别性给断离了 你一切法的总相 我们不是有 有总相制 总相制就算一切法的空相 包括我们后来后面谈的一些 很多经典讲的总词 你要能总词看似有分别个别个别字 个别个别相 你为什么能总词它 是因为你能得一切法之共相 或者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脑袋记不了 个别个别记你能记多少 你必须要能抓诸法之共性 然后才能去观它的差别 所以一切字到总字 还有一切总字 总字就是个别字 那一切字是诸法的共相制 那唯有对一切法的法的本质性了解 才能真正如实的知道每一个法 所以我们要讲说 你为什么叫见法 见法不是光 前面讲见法不是光 是见佛法 是见一切法的特性 好 所以我们讲诸法亦然 所以我们讲三法印是要印证佛法 这里面看到 印证一切法 印证一切法 能知一切法 就叫佛法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道理 佛法没有离开世间 你看哦 所以六指团经讲 不离世间觉 以世间诸法能恰当掌握 这就叫佛法 所以还能如此之见诸法实相 就叫佛法 不一定要有佛说 对吧 佛所说的就是一个道理 就是如此之见诸法 所以能了解诸法空性故 这叫佛法 所以所有的佛教 所有的佛法 还跟世间诸法实相相应 叫做佛法 所以佛法是为了要遣说这个世间识相而立的原教 并不是别有离开世间法另立个佛教 没有 所以佛法在哪里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这么观念 佛教的诀的教育 佛教诀的特色 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做很多仪式 这个仪式 这个仪式一定要建立在 诀的意义上来谈 或者佛教光走向仪式 会走向宗教化 而这个纯走向宗教化的佛教 会跟其他宗教走一样 不是 我们佛教有很多仪式 很多的作为 那是为了顺着诀的意 假如失去了诀的意 而纯粹为仪式而仪式 这就走向跟一般宗教一样 这是佛教的自己堕落 虽然即便你的仪式很庄严 但背离了他的那一份诀 他会离开法印 离开法印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用很多的仪式 是引导接引 都是见识方便 导引他入绝 有这个整体思想在做主轴 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仪式 所有的作为 才是变成有意义 所以佛法不再创造一个宗教 而是引导众生 如以以世间诸法实相 做恰当的体悟 这是整个道理 因为诸法如是 离开了一切法 一切执着 离左 离一切这种离诸之见 你看大圣起现在是同样的想法 他在一心开二门很有道理 流转门跟生命门跟真如门有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 以以生命门处 流转门处的觉悟就是真如门 所以他里面讲 大圣起来讲 言觉意 觉的意思是怎么样 为心的低意性 新的低意性 离一切妄念相 离一切妄念相故 等虚空戒 无所不便 法戒一相即是一切 一切如来平等法身 您听不听就好了 我们要查自己再查 这就要取那个道理 跟这个很像 道理很像 只是后来大圣法谈的更细微 不过道理一样 他说心的低意性叫什么 离一切妄想 妄念相 离一切妄念相 一相就像虚空一样 你看就像虚空一样 法界一相 就是佛之法身 一相 一相无相 是不是 所以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要印什么 假如你的知见有了 以世间法处处处见佛法 你都能印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本意就是 就是观一切法性如如吗 是不是 所以你如何以佛法所开眼出来的知见 来见这个世间 所说一切法 相应之说 我都说明为佛法 或者的话 即便你所说是佛语 但你却不能如实于这个法印的硬性 来认可他 来知见他 我依然说他非佛法 为什么 因为你错觉他 是不是 所以印的道理 可以在哪里印 一己一切 我们讲一切 是诸是间法 乃至到最后 我们为什么会讲出生死即涅槃的道路 那如果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会讲常乐我尽 之前不是讲说无常苦空无我 到了涅槃经讲常乐我尽 有的人认为说 这真常心细这是本觉思想 那有什么问题吗 你有没有用众生之间来看无常苦空 你依然是颠倒见 我一以佛法正知境来讲常乐我尽 依然是佛法 所以他不在文字上 而在道理里面 在道理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我们再看了 所以这是诸法的特性 不能符应这个思想的 叫非佛法 忽自诸比丘 此法应者即是三解脱门 是诸佛根本法 为诸佛言 是即诸佛说归去故 事故如等 地听地受 纪念思维如实观察 我们看怎么说 忽自比丘 若有修行者当往邻间 或居树下诸极尽处 如实观察 设是苦是空是无常 当身厌礼 住平等见 如实观察 受想行事 是苦是空是无常 当身厌礼 住平等见 诸比丘 诸佛言本空 不是给谁给你空 是本空 注意本空和你把它空掉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 这个要谈 现在是每个地方都有很 很佛法的一个重要准则 我们向来要说 把法空掉 我们经常讲有观空 问题烦恼来了 你就把它空掉 这怎么空掉啊 拿黑板擦掉 怎么擦吗 空掉的意思是什么 不用你去空掉它 它本空啊 所以光你讲这种计划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对不对 怎么空掉 本不生你空掉 所以你讲这句话 就知道你 还在起断面线 对不对 空什么 那照见五蕴皆空 那本来空 又不是要你灭掉它 但是诸印本空 由心所生 心法灭以 诸印无作 如是了之 即正解脱 这个道理跟我们的维师很强 你看 由心所生 心法灭以 所以简单来讲说 颠倒妄想若停若美了 诸印本空 所以乌印从哪来 从诸 依它起 而产生的变迹之 产生这样的一个分别 所以现在所有的方法是怎么样 既然法如此 但是 从观察 如此观察 色是苦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方法 观色 你有没有离色观 没有 观色是苦 是空 是无常 所以 因为我们讲 有苦故无我 因为一旦我是一个自在意的意思 我本身自在意 可是既然苦就是无自在意 无自在意就是没有我 它现在就是说 以现实当中 利用种种方法 以如实观察 现实所作用色 所作用的一切色法 的真实像 从这里面看到 色无一个自体像 我们之所会依色 产生所有的问题 是对色产生自作 错看的色法 你如果能知道它的话 那我们在一切色里面 就会产生平等见 为什么 为什么平等 皆是无常苦空 皆是无常苦空 好 那苦在哪里 因为众生依此生懒着 名为苦 或者的话 无常跟空本不苦 本没有苦 是你值了以后才苦 所以了解这一点 对色法的一切平等 一一一切的执着就产生平等 为什么 见到这一切色法的共向处 好 受想行事亦复如是 你要知道 色法有没有单独 单独存在的色法 没有 破的时候见之破 有的是 菩萨修法 有些是一下就关一切法空 就不个别过破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看到法的更单纯的共向处 直接从这里面去学习去观 那有的人是独自破 可是当我们破色印 受印 想印 寻印 试印的话 为什么要独破 要个别破 因为你没办法直观他 像我们亚洲说 理责性很弱的人 简单来讲 抽象能力比较差的人 要谈波子不容易 谈得他就虚无缥缈掉了 就在法医当中就在那里飞啊飞 抓不住 脚伸不下来 抓不到 为什么 他的那种识变能力弱 所以谈太多理责性的东西啊 会让他心不知道如何安住 所以为了要将波子圣生意讲得更清楚 因此才讲解生蜜嘛 现在必须要解再解了 现在在这个时代就要解解解生蜜 因为之前的解生蜜已经太生蜜了 本来解生蜜是讲波子圣生意 现在讲解生蜜也很深 所以必须要在解解生蜜 在解解 解到现在只能讲 我们如何修人天善法 生蜜大概不用谈了 以前是法乳当中掺水 现在是一桶水里面滴一两滴法乳 因为也越来越难了 人的心越固执 只能讲出他能攀远的进来说法 越拉越低 越拉越低 因为他很僵硬 我们讲的就是说 我不是讲过完就 我们刚抢蓝条不一定是个性 是烦恼之间 他把事情看死了 把事件看死了 所以要谈一些更深深意 他转不来 所以只好把道理一直降 再降 降到他做得到 就从这边开始谈起 都已经降到快没法位了 都已经退退退退退 一直退退掉 是这样的 所以以这样的观察当中 如果我们关破社运 可是社运没有单独存在 是诸运合合才就我 修的时候见识 可是你要知道 在众生起烦恼的时候 离社无心 离心无色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 明社为士之所缘 士为明社之所缘 互相缘 怎么切 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法体如是修行才有剑斥 剑斥的道理 你就不会把一个一个 剑斥法切开来看 为什么 此剑斥法会跟下一个 剑斥法相应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合合位的 只修起善巧 现实诸法的现体当中 法体当中 这些没办法完全切开 我没办法完全切开 所以破这一法 这一边的还没彻底破 这个烦恼性会弱 为什么 因为词靠笔 笔靠词 当词弱的时候 笔也弱 两则 所以说当我们有时候 修一法的时候 修一清净法 会同时让很多烦恼法 开始减轻 修一法 就会有这样做 因为此生彼生 此生彼生 会有这样的作用 好 就生这个平等证 诸印本空 由心所生 心法灭矣 诸印无作 这时候 如果能这样了解 叫正解脱 正解脱以 离诸之见 是明空解脱门 好 先以色法 受想形式 观其苦控无常 这苦控无常 离一以色受想形式 产生的种种妄见解脱 你看 所以他解脱意思是什么 解脱完全是离开无名 叫做解脱 就是他这个解脱 并不是整个脱离掉了 而是什么 以事先所产生的妄想执着 而以这样的错误之间 隐身的所有的造作 隐身三界沦回苦 这是一环皆一环 所以为什么叫解脱 当圣者人来看到苦果的时候 他有没有 他是苦那时 可是他最重要的是 他借这个苦果 观这个苦因 他会有一种坚定信念 因为他意识地道理懂 所以当他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不会在苦上 而产生埋怨 他会很清楚 因为他不是把苦因跟苦果断开的 他是知道苦因跟苦果的关系 所以修道人见到苦果 他会知道苦因 所以他不会去埋怨 因为苦因已经造了 可是他同时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又观察自己没有造苦因 他又快乐了 快乐在哪里 因为没苦因 所以我不会再有苦果 我再苦就苦这一次 他很清楚 因为这个因果因果的关系 他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离脱 他的心得自在 他在于烦恼处离自在 于现前受报应 他也能得自在 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报一晚了 以后没有因了 没有因这个苦果 这个苦果不会再有了 好 你看再过来 互至住三摩地 观诸射尽 皆兮灭尽 离诸有想 有想 其实我们讲叫空无相 其实我们经常讲叫无相 就是无想 有相 有相 有形相 有执着 有分别 有分别就有相 这个相不一定要射相 这个相我们经常讲叫意相 意相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意 那个相其的相 意相 就是我们内心经常对一切法 包括世间的形容词 美丽 我们讲美丽的时候 你又抓不出美丽的东西 可是内心有没有意相出来 爱恨 抓不出来 可是有没有那种新的意相出来 有 有这个法出来 所以相就是对一个法的东西的分别 所以会有相 相其实就是想 就是分别 如是相畏处 法易皆灭尽离诸有想 如是官场名为无想解脱门 如是解脱门以 即得知见清净 知见清净 所知所见清净 不会依妄想见而知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知见亲不亲近 我要看你的知见亲不亲近 我坚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也算比世间很亲近 可是是不是真亲近 那未必 为什么 你不是真正很清楚什么叫善恶 你对善恶的体相不清楚 你怎么会亲近 所以 为什么在我们的见跟戒 为什么会产生联动 就是因为知见清净 会导引到身形清净 它是连在一块 你如果知见不亲近 在身形想要亲近 没办法亲近 因为本身内在有直取 这个直取心 就算生不照 口不照 意在照 意一旦照 总有一天会在身口照 因为那根源不坏 谁在里面跑不掉 是不是 所以知见清净 必须从哪里得清净 从一切法性的无常法 无常向里面去 从它的苦向空向里面得清净的 所以不能从于无常苦空 无我的立场去观察一切法 这个知见见义不相 不叫知见清净 由是清净故 即贪嗔之皆惜灭尽 比灭尽以著平等见 著是见者 即离我见 即我所见 即了诸见 无所生起 无所依止 你看 每一句每一句话都代表很深很深的意思 假如你能了解这个道理 无所生起 无所依止 那现在凡你内心所生起 对一个法的认定 你应该知道 这都是妄想所生 乃是你对任何产生一个平靠 依靠 依止 认定 抉择 可依可受可持 皆错 唯一到最 唯一能依的是什么 就依此这一份 如此证见而已 这个证见 只不过是一个智慧 并不是另外再依个什么东西来依止 所以依世间里面 离一切 就是我们就在 离世间 就是这个离 因为世间无所依 这个无所依 再也不是说 要舍离一个东西而无所依 而就在你所安住处 而不生执着 为什么 不是一种自我催眠的不执着 而是想执也执不来 这不是之前讲的吗 修行就是很简单 就追求幸福 追求什么 抓得来的幸福 抓不来的不要止 因为他会哭 所以 以情意的往这边去导引 这个整个佛法 从以对法的一个实质观照以后 就产生离我见及我所见 为什么我见我所见 都依什么而得我见我所见 离开五蕴的观察 没有我我所 所以我我所在哪里 我所就是我啦 我就是我所 在某些地方就通的 为什么 我的五蕴 我就靠五蕴来成我的 我的五蕴 那五蕴就是我我我所 其实不过是不同面向 立出不同名词而已 就是一整片混沌一片的妄想 故事 离我见矣 即无见无闻 无觉无知 和以故 由因缘故而生诸事 即彼因缘 己所生事皆惜无常 以无常故 事不得 事不得 不可得 事运即空 无所造作 事民无作解脱门 你看到 离开我见即无 离开我见以即无见无闻 无觉无知 就叫做 无见闻觉知 这是我们的大圣经论里面 经常讲无见闻觉知 这个无见闻觉知在一个执着上 无能见法跟所见法 所以 我们只是将 你看 反闻 闻自信 闻什么自信 闻能见无所见 反闻 闻能闻无所闻 所以他在闻 闻法的时候 他反闻闻自信 是的 是就所闻法 因生 根尘事当中 观察到 根尘事不可得 才叫 有根尘事相合 产生种种的望子 有我在闻 能闻之法 那我们如果能如实观察 根尘事实无一法可得 才叫做 闻之自信 闻自信 叫做闻无信 看到闻之无信 叫做反闻 闻自信 但还不是跑到这里 一样的道理 所以了解这个 无觉无知 无觉无知 不是 变成愚痴掉了 而是 不执着 那个 见闻 觉知 法 为实存法 好 所以前面无想 再过来 叫做 无造作 主迹 相对 猪运禁 怎么去造作 你为什么会想造作 因为你只有死法 像我们后头的人生 我们后头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机会细看 我们现在的现前烦恼 你要对峙 我们现在太多功夫在对峙现前烦恼 可是如果你不赶快急 左手根本烦恼去对 更细微的烦恼去对 烦恼的根源体系对 你处理不完 所以我们光这样贪生吃 你怎么绕得完 因为处理完 你会造作 为什么 本言性你对五蕴法没有清楚 所以一旦对事件 一旦一开始错 就像我举了梦中的例子一样 如果一开始先执着梦境为真 然后在梦境里面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都已经是岔开了 所以他要离梦境里面观 五蕴皆空 虽还在观 可是可以直接让你梦醒 可是如果在梦境当中 先认定石油五蕴 再来去忠忠法 你怎么绕 你一辈子就一直在那里滚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 要找到一个根源处 所以其他宗教也在跟你讲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可是他不知道善恶在哪里 所以他找不到根源 所以了解这个皆惜无常 以无常故事不可得 一切妄 一切分别心不可得 你怎么会造作 路是解脱门以知法究竟 以法无左 正法极灭 以法无左 正法极灭 所以正法极灭 有所正没有 没有 连能正所正 极灭的怎么正 所以金刚经才想说 我也亦无所正 有所正 蓝灯火不会为我收集 为什么 是正诸法极灭 是观照到诸法极灭 而是这样 本来极灭 所以一切究竟处 是以他观照 极灭而得的 好 这一节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